你先来聊聊这部电影,是不是你自己演的最轻松的电影? 他还是希望多一些真实的感情在里面,哪怕你是哭什么的,那我能去演哭戏呢,就还是,有点,没有飞到那个点,那个本子,那个感情到那儿,有点难。 说不上挑战,但我肯定没有像他们女演员说来就来的那种, 那一定得有一个情绪的积累在那儿,所以后面导演说,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比较情绪崩溃的一些点, 但是呢,可能呢,我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事儿,可能就你自己在那儿拍一个这样的素材, 说你没有帮我拍了呢,我就叫你休息了,他就拿这个来交换, 然后,所以我就,基本上,为什么有心动那首歌呢,我在现场就用这首歌去调动自己的情绪, 去进入那些比较伤感的情绪。 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想到什么? 想到的都是一些不能说的事儿。 在逗我们玩吗? 所以那我们能理解电影的角色,就是你一封本人吗? 不是本人。 不是? 不是本人,我还是在去扮演一个苏星雨的一个,他的一个心路里程。 对,对,对。 对,可是我们看片段的时候,就感觉很像一个个人纪录片的样子,就其实,对吧,所以我也有点担心这个。 对,担心什么? 担心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演自己的那种纪录片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在演一个别人的一个感情的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个苏星雨身上。 你们最近没有某些桥材是能引起自己的那种感觉吗? 感情都会引起每个人的功力,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过在我身上的。 刚刚导演在发布在《染红》说了一些处女痛处的话。 因为确实也不多。 《碰然心动》也就是我第三部电影。 对。 谁也觉得那种一部电影吗? 哎,那谁还看了,谁还记得,我都没看了。 对,他不看正常,因为他也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个导演。 我觉得现在,应该就不会再有人说。 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他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商业片的导演。 那他肯定是还是以商业为主的一个,那各有所取,各有所得。 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就是,自己还是蛮有商业价值的。 这个商业价值不是我说的,是通过,怎么说呢? 这个在我们,从我们东方文化呢,从我们一直从老师,从小教育的就是要低调,要那个别太张狂。 就跟西方的文化不一样,你比如说,就有两种说法,西方的呢,就是说我特别的棒,我有多少个代言,那个剧本每天选,我觉得我很棒,就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 我觉得我的团队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是,king of the world,我就是世界之王,西方的表达是这样的,东方呢,可能就觉得, 觉得还有发展的空间,还应该继续的努力,不要沉迷在现在的成绩当中, 还有,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人。 那这部电影是合作杨明,之前是先敲的你还是先敲的吗? 同时吧,差不多。 对,我知道。 你觉得他适合,他有这种接级人吗? 他挺适合当经纪人的啊,就是说话的语速啊,很快,比如说如果要当记者的吗? 我相信他能够,能够吧。 那那个电影里,可能跟杨明是日久生的情况,算吧? 电影里其实就是,一开始两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因为一次事件,大家就有感情了。 到还不是日久生情的那种,到后边因为种种年轻事业的一些分歧,大家分开了,后来又碰到在一块儿,然后面临着这么一个尴尬的一个工作关系。 最后又重燃,爱火,这样。 那你是天爱的? 你是天爱的? 呃,我,比较, 我是觉得你首先得一见钟情了,才有机会日久生情。 你首先对这个女孩没有感觉,我觉得是很难有一点难日久生情吧。 刚开始就没看到,你怎么以后才看到? 我觉得不太难。 接下来你们俩在跟杨明了解什么? 哎呀,各种聊啊。 各种各种,也聊聊八卦啊,也聊聊各自的工作情况啊,等等。 对,你听说有你还挺习惯性的,你还偷偷那种,就当红鸟。 对,对,对,对。 他有没有给你介绍过吗? 没有,没有。 如果介绍过什么,就相亲这种会排斥吗? 嗯,不排斥啊,就,就,就,如果真的合得来的也,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而且是,呃,朋友介绍的,是吧。 昨天关锦彭导演在台湾有一个采访,对,他可能说最近又会拍一部同志的片子,然后问他心中的男主是谁,他说的是你。 哦,是吗? 对。 哦,我就真不知道。 所以,所以如果有一部电影要你来拍同志的片子,嗯,你会。 那如果这个真的很吸引我,我觉得是一个,从角色上来所说,是一个,因为现在这个不是个事儿了。 这个,十年前就已经拍过这样的题材。 因为他之前拍过蓝鱼嘛。 对啊,那,那我能够,呃,喜欢,我觉得,呃,关锦彭导演咱们私下聊。 搭档上有选择吗? 搭档上啊? 没有选择。 我说,你其实应该有选择的。 我选择谁呢? 吴燕子和庞麦郎是两种不一样的题材。 那他选择庞麦郎一定是有他的一个诉求在那儿的。 他一定有原因,他不会说他整我没必要。 因为大家是,这个是一个为了票,电影票房和,为了,为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电影艺术的那个。 你找一个这个,你说服我。 呃,你,你,你比如说你任何一个人,你放在那儿,你放了一个这个人,A或者B。 你为什么选A? 你为什么选B? 你一定,你不能把这个当,当那个,游戏真的不太可能。 我还没看,但是我身边很多人推荐让我去看。 为了角色,这个,这个都是应该去,去做的,不然,你从起点上边,你就输给了别的演员了。 啊,当然,当然。 唱歌我觉得,嗯,作为一个,个人的一个爱好吧。 嗯,可以不计,市场的那种,啊,喜欢什么样什么样的,不像以前。 就把我想要的,就唱出去。 MV想拍成什么样的,我就拍。 啊,能不能播再说,就是,就是一个,比较自由度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反而这个,这个更适合去做音乐的一个心情。 啊,就每天,找一些我之前在演唱会破音的,就拿给我听。 嗯,你还开演唱会来,你听一听,就是这种互损。 而且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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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他之前有一个,看到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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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他是,他是中戏还是北,北,反正就是招生的时候唱一个南极湾的。 啊,我觉得,那个视频。 你还能唱南极湾呢? 你听一听,对,对。 掉粉。 应该不是吧? 嗯,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 像以前,陈龙大哥啊,刘德华, 他们那个年代,你这,你今天,你要敢说你谈恋爱,明天就有人跳,跳河。 就是所以这个时代已经 很好很多了 而且 就是说我谈恋爱会不会公开这个事 我说我觉得谈恋爱啊 首先是两个人的事情 其实明星谈恋爱跟同志谈恋爱一样 两个人都想异弯在一起 就你比如说一些美女 就是拍到话说 在相规缠绵了24个小时 你说人家本来很难有机会见面 出去到哪都不方便 人家在家里又怎么了呢 对吧 你们在家里跟男女朋友不缠绵 对吧 你们都是柏拉图 不可能呀 所以就是说 公不公开就是 如果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如果真的是为了奔着最后中内 结婚的目的去的 那我觉得真的是要保护好 因为有时候一旦公开了过后 可能这个感情 它承受不了外界给的压力 就散了 散了过后 其实还是挺心疼的 我觉得不管是谁吧 都挺心痛的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说隐不隐瞒的事情 就还是希望感情终归有一个好的归宿吧 嗯 嗯 嗯 谢谢大家